1939年9月1日 新华日军再度实施扶植成立维满洲傀儡国的伎俩 在金内蒙中部及近纪一部分地区扶植成立了维蒙江联合自治傀儡政府 声称管辖查南政厅 近北政厅 伊克钊乌兰查部 基林郭勒巴雁塔拉和查哈尔五盟及张家口市 包头市及后河豪特市等地区定为首都为张家口 同年12月17日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陆军总司令傅作义 主动发动包头战役 且包头激进收复 令驻维蒙日军深感不安 自于4月1940年1月15日制定了旨在歼灭傅作义集团为目的的八号作战 一起看一下当时由隋军记者拍摄的真实影像吧 出口琴 广真的很柔和 第六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